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二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第五集 我是310 上一集呢是讲到这个时间马车这儿 那么这一集呢一上来就是场景非常宏伟的时间马车 那么这一集节目也是稍稍长了一些 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存档点啊 好 这个镜头给的非常宏伟了 每一代战神都有这样的镜头 这个渺小的主角和整个场景的宏伟形成鲜明的对比 PS2上面是少有这样的作品 这种镜头都是非常震撼的 当年第一次来潘多拉神庙的时候 战神一的时候也是给了这样一个镜头 那这边沿着这里向上爬 爬到前面呢 这里有一个蓝魂宝箱 一个绿魂宝箱 这个如果说大家不是满血满蓝的话 可以补给一下 不过因为之后还要回来这儿 所以说如果这个血槽和魔法槽都比较满的话 就不要浪费了 因为之前是有一个双色宝箱可以补给的 那么这边呢 咱们先要拿到马车的钥匙 这个马车的钥匙呢 就在这个马车夫的手臂上 这个马车夫叫特修斯 这个老头子很明显是脑残 一上来就开始狂笑 说斯巴达之魂啊 看来他们说的是真的了 特修斯 希望在所有这个妄图常识的笨蛋们当中 你是最后一个想要找命运女神的人 我也希望你是我最后一个遇到的 命运女神的奴仆 我服务并保护命运女神 是为了宙斯的荣耀 宙斯的统治都快要结束了 你找命运女神是为了杀宙斯 那又开始非常二的笑了 你已经不再是神了 Kritos 我甚至怀疑 你是不是能够杀掉我 更别说是奥林匹斯之王了 你让我过去我就留你一条狗命 我不认为你做出的这个选择是个好选择 过来较量一下吧 看看咱们谁才是全希腊最伟大的战士 好这边呢就是特休斯的Boss战 哎这个第一阶段呢是比较这个稳扎稳打就可以了 他放这个投机呢是有QTE可以反击的 哎这里要介绍一个小bug 这个就是战神二当中举弓的那一瞬间是无敌的 所以说可以用来防御Boss的攻击 是不会受到伤害 那这个和瞬间防御B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硬直时间比较短 这个举完弓以后马上可以出招 哎这边他枪上开始冒光以后呢 他就会跑到边上来放这个冰柱的攻击 只要靠近他贴身打就打不到我们了 那这个冰柱千万不要被打到 这个伤血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多用用这个三角挥姬 就可以直接把它打翻在地 这样可以补上一大串这个方块连击 这一战小心就不要出那些硬直很大的招式 哎他这个三连击其实是威胁最大的一个招式 因为是中了第一下可能后面还防得住 但是中了第二下是必中第三下的 好打到一定程度呢 他就会爬上去正进入这个第二阶段 那进入第二阶段呢 咱们弓箭连射 这个时候无限魔法的这个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这一战要是没有无限魔法的话 会消耗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要需要他召唤那个米诺牛出来给你补充魔法 那现在咱们有这个无限魔法就可以连续射了 他放这个快速的这个冰锥的话就不用躲了 一打到就被打到 抓紧时间抢弓 那放慢速的话有时候还要稍稍躲一下 因为每一发都是跟踪的基本上都是必中 好很快就可以这个速战速决了 他连放这个米诺牛的机会咱们都不要给他 之前这个无限魔法的bug 主要也就是为了这场boss战 好来看一下这个非常震撼的QT 所以说这个像这种boss对吧 站在上面对咱们主角进行猥琐的远程攻击 咱们有打不到他 这场boss战本来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所以说结束的时候呢就设置这样一个QT让大家解解恨 所以当boss千万不要猥琐 要不然下场会很惨的 这里跳下来呢是有一个石化之眼 好这个QT非常震撼 大家如果觉得想再看看的话 还可以倒回去再看一下 非常过瘾啊 好这里因为拿到钥匙随时都可以开门 这个无限魔法到这个地方也就完成了他最大的使命 马上这个无限魔法就要没有了 这边这个红魂宝箱开掉 那个绿魂宝箱就无所谓了 这里这个爬梯子上去呢 镜头还是有一个宝箱 是个红魂 好然后到这里呢 还有一个红魂宝箱跳上去 那这个特休斯呢 其实也是希腊神话当中 这里往左边下来呢 这个路是通的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这边下去就是那个 刚才那个大厅往左边走 然后左边是没有宝箱的 这个特休斯在希腊神话当中 也是一名这个雅典的国王 也是一名英雄 年轻的时候也干过一番这个丰功伟绩啊 比如说是到克里特岛上的那个迷宫里头 杀那个米诺陶洛洛斯牛 现在魔法是无限的 不过年龄大了以后就容易犯二对吧 他就年龄大了以后抢人家老婆 跟那个皮里托奥斯 一个是抢那个海伦宙斯的女儿 一个是抢那个普尔塞弗涅 是哈迪斯的老婆 最后是被双双逮入 然后这个皮里托奥斯就留在 永远留在地狱了 那么这个特修斯最后是被海格利斯救走了 好这里这个出发机关呢 就看到一张非常熟悉的脸了 第二代傻逼克罗诺斯 他说这个战士啊 命运注定我们将站在同一战线 在这个圣战倒下之前呢 我给你最后一样这个能力 为了所有泰坦的利益 我正是授予你我的能力 好好使用他吧 那么看来这一段是这个录音 对吧 3D全息影像的录音 这个是克罗诺斯很久以前录下来的 这次二代呢 就没有像一代那样 每个神的台词都有所变化 不像一代对吧 每次碰到个神就说 你已经非常牛逼了 但是你还不够牛逼 对吧 你拿了我的神力呢 就会更牛逼之类的话 千篇一律成磁弹调 那么这边呢 是暂时还是模仿无限 因为是刚刚获得新能力 所以说可以放下这个叫克罗诺斯之怒 但是这个和一代的波赛东之怒 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连击数高以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当然这个麻痹牵制的作用还是还可以 总的来说不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神力 好这里呢 这个连击数一直放这个 这个L2连点 一直放这克罗诺斯之怒 虽然说可以打出一个比较高的连击数 但是我们知道在1000连以下的情况 都是这个100连断一次 100连断一次 这样混混数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说还是贯彻这个100连断一下 然后有这种出QTE的敌人呢 咱们就用投资解决 转额外的5点红魂 这个音乐又是这个非常好听的 好 又是100连子 这里如果说你之前那个500连子的奖杯没有解的话 可以在这里解掉 好这边人清光呢 两边的门也是打开 那么这边呢 大家可以往右走一下 但是往右边走呢 什么都没有 主要是这里那个 这个上面没有这个梯子 好这里提示我们方向的左右键 可以切换 那个提风之灾和 克罗诺斯之怒这两大神力 OK这个需要往左边走上去 左边走上去呢 再绕到右边 这样的话在右边镜头还是有一个宝箱的 从右边因为没有梯子不能直接上来 这个还算是藏的有点阴险的嘛 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漏掉了 这里是一根凤凰羽毛 凤凰羽毛也快要集齐六根了 然后在这个上头还是有一个红红宝箱 咱们把它开掉 好这里也存档点 有需要的话可以存下档 然后从这里前进 好然后这里有四个开关 然后咱们掰一下这个机关赶紧赶到这个地方来 用这个开关开一下这里的机关 然后这里的这个马车的眼罩就会打开 同时这里有一只这个蝙蝠带着带着这个抓勾点飞过去了 然后这里这个开关也缩回去 这里一共四个开关对应四辆马车 我们需要把它们的眼罩全部解开 那这个开关这里呢还有一个那个石化之眼 哎千万不要路过错过了 在这种冤枉路上往往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那么再来开这个红的 开完红的呢 这边也打开了 这个开关是有倒计时的 所以说要赶紧过去 路上这些蝙蝠呢就不要管他们 赶紧过去先开机关 开机关的时候是无敌的 他们也不会攻击他们 好这两码车的这个眼罩也打开 好这里还有一个蝙蝠飞过去 也是以后咱们的百度点 OK还剩两个机关 好这里的蝙蝠就可以杀掉了 还是用头去杀 哎去哪儿回来 哎对给爷抓一个 哎这里这个非常巧啊 居然掉下来正好扒入了 好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 话说这个 奥林匹斯啊 谁称王称霸谁就是二对吧 第一代傻逼是乌拉诺斯 哎 最后是惨遭戈基基 到了第二代傻逼 这个科罗诺斯呢 也是被宙斯罚着 背着那个神庙 到处跑 在那个失魂沙漠里头 最后也是惨遭咱们魁爷的毒手啊 那第三代这个就是宙斯了 宙斯也好不到哪儿去 也是 非常二 那还好咱们魁爷 没有布他的后尘 我曾经一度以为 战神三的结局会是 魁爷变成第四代傻逼 那就非常悲剧了 还好这个制作量制作小组还是挺有良心的 好这里这个还剩最后一个黄色的这个机关 然后这里百度点 跳过去依然是有蝙蝠干扰 不要理那些蝙蝠 先开机关要紧 OK这样四个眼罩呢 就全部打开 打开以后 咱们还是要清理一下蝙蝠 好 然后等这个空中这个鸟飞近一点再跳 他是这样来回在那儿飞 等他飞过来的时候 跳 要不然他太远了 你二段跳过去是拉不到 阿姨拉不到 那样的话就直接掉下去摔死了 那就比较悲剧 这里四个这个把手都缩回去以后呢 这个东西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以后 这里这个控制台呢 就降回到后面 好 接下来有一段这个非常爽快的QT 全是转圈 先是三个半圈 然后是两个完整的一圈 咱们奎爷用这个链刃 雅典娜之刃 当鞭子一样抽那四匹马 其实是就只抽到了中间那两匹 哎 边上那两匹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着一起动起来了 然后四匹马这个时间马车一起行动呢 就把后面这个命运女神的神庙 这整座岛给拉过来了 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啊 话说这个转圈的QT 基本上战神一打过那个米诺陶洛斯 那个铁甲牛以后 应该都比较熟练了嘛 我觉得还是那个时候的那个 那个牛的QT比较恶心一点 基本上玩过 打过那个牛以后 对于这种转圈的QT都都不怕了 要是实在练不好的话呢 哎 就到小游司那去练练 哈哈 好 这样是把整座岛给拉过来了 好 这四匹马也该歇一歇了 好 可以看到这个岛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建筑物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岛 相比叫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创世小岛 好 这边又是一个非常牛叉的镜头 拉过来 咱们奎也站在这 好 然后这个控制台又降回去 这里咱们呢 依旧是原路返回 然后 这里宝箱都拿掉了 这里咱们跳下去以后呢 会刷一些杂兵 分别是这种 高级一点的这种杂兵 加上米诺牛 现在米诺牛还没刷出来 这种杂兵用地对空投机也是不错的 而且你用地对空投机的时候经常可以砸到周围的杂兵 就像这样你看那个那个杂兵大家看清楚了是刚刷出来的哈 他被咱们用这个空中内杂兵砸了两下就出课题提示了 可见那个抓着人砸这一下被砸到的人是非常疼的 反而是挂在武器上的那个被当武器的那个杂兵 受到的伤害小一些 就像这样 在空中被抡的这个家伙受到的伤害还是比较小的 诶 这里非常悲剧啊 咱们放个魔法牵制一下 诶 这里可以出奇事了 不过好像来不及了 咱们绕长跑 放魔法 反正这里有个蓝魂宝箱 一会就可以补给 然后这个米诺牛杀掉以后 也是会掉大量的蓝魂补给 现在的米诺牛已经硬了很多了 比提风那个大牢里头的那个米诺牛要硬很多 那个我还记得是空中三个头子可以直接解决的 二代当中好像对付这个米诺牛没有太那个实用的 不像一代那种脑残打法对吧 空中直接三个头子 所以说还是需要费一番周折 好 还会掉黄魂好像 好 这里刚好 你必须回到岛上 你找寻找命运女神的这个旅途才刚刚开始 刚才是盖亚的声音 那刚才这个杀掉那个哎这里直接可以跳下去 这里还有一个杂兵落单了不知道他是在搞什么东西 不跟上大队伍 那这个米诺牛刚才杀掉是刚好把这个蓝魂给补满了 所以那个蓝魂宝箱我也就没有浪费时间去开 我可以把这个家伙干掉哎又是大场景了 非常长的一根链条咱们要滚过去 那就看着这个镜头上奎爷的身影慢慢变小 这个时候快滚到中间那个环的时候呢 可以停止翻滚 因为如果你滚太快的话 最后会在这个盘的地方出现一个读盘的画面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时间差不多的 停一下等这个预读盘读完以后再往前行动 好走到这儿呢 这边牙壁是可以攀爬的 哎 这边打掉 跑上来以后呢 哎又看到存档点了 这里我犹豫一下 看看时间好像还只有20分钟 就算了没存档 好这里这个实壁给大家打开 里头是有一个红浑宝箱 刚才遇到的那三只苍蝇呢 推荐大家直接用投机解决 而且这家伙掉地上 你把它普通攻击干掉 它掉地上还会自爆 所以说最好还是用投机解决 安全而且还可以顺便砸一下其他人 好这里往右边走 刚才也是有一个红浑宝箱 然后再往左边走 左边走这里还有一个苍蝇 把它给干掉 干掉以后呢 这边牙壁先往左边爬 好跳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一共有三个宝箱 有两个 一个是红浑 一个是红浑和这个蓝浑的混合宝箱 最后最里边这个呢 才是珍贵宝箱 里头是一颗石化之眼 OK 远路返回 降到这一层呢 先往右边走 先往右边走 再往下降 然后再往左走 踏上天花板 这里头又有一个隐藏宝箱 把这里的石壁打碎 好 这里头这个宝箱呢 是一根凤凰羽毛 到这里呢 六根凤凰羽毛就收集齐了 咱们魔法上限 也是得到了强化 好 这里再往左边走 这里的蚊子又可以扔一下 还利用无敌时间 刚才那两个家伙 每次看到我都自爆 上次我玩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知道干嘛 是不是咱们亏也长得太帅了 这还没交战就自爆了 好 这里有这个一尊命运女神的神像 拉克西斯的神像 然后可以看到踩上机关呢 他的手会放下来 但是咱们跑过去呢 他又收回去了 所以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这段录像我也是第二边录了 因为第一边录在后面 狠二人一个地方死掉了 真的是非常悲剧 所以说这个奖杯弹出来 本来杀那个马车车夫 也是有奖杯弹出来的 也是这个大家没有机会看了 刚才那个机关呢 可以拉下那个铁闸门 但是很明显 那个铁闸门被尸体给卡住了 所以说这里也没办法 好 这里又有两个宝箱 在这个入口的正下方 分别是 哎 挑不上去 分别是这个石化只眼和凤凰羽毛 好 这里踩下这个东西呢 两边的石柱会伸起来 但是走开它又会降下去 所以是时间是来不及的 那就提示我们需要找一样东西 要么卡住机关 要么让时间变慢 那把这个花坛拉开呢 真正的这个道路就在这里头 大家一般看我录像 如果说是那种 哎 玩着玩着 经常会弹出奖杯的那种 哎 那种就是我第一次玩 录的比较顺利 直接一遍就过了 像那种 像这一段 这一集就是这个 录了两遍 所以说这个之前的奖杯都看不到 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 录的时候多年不完 难免发生一些意外 我的保证这个视频质量就只能重录了 好 这里咱们在这个神像这儿呢 就拿到了命运女神的护身符 提示我们按L1和R1一起按 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 效果呢 就是一段时间 时间变慢 然后可以看到 蓝魂下面有一条黄色的槽 这个不知道优酷看不看清 它在缓缓减少 这个槽少完以后呢 这个时间变慢的效果就结束了 只要有这种命运女神神像的 这种绿光的地方在 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 这边又是盖亚的声音 他说你拿着 刚才拿着这样 这个宝贝 对吧 命运女神的护身符 你有了他呢 就可以让时间变慢 让你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变慢 然后自己呢 飞速的穿梭在时间当中 好 这里这个石柱爬上去以后 右边的墙壁是可以打碎的 里头是有一颗这个石花之眼 好 咱们再来踩一下这个机关 OK 时间变慢 然后这次往左边走 不过左边的这边墙壁呢 是不能打坏的 我也是试过 然后爬上这个地方呢 回到一开始那个机关那 踩一下 让这个拉克西斯的手给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呢 使用时间变慢 那这一回就可以来得及走上去了 好 这个时间就算是慢慢跑过来 也是来得及的 OK 上去以后出发剧情 这个拉克西斯 他是可以控制所有他的这种石像 这个石像就开始说话了 听着墮罗的神 没有人能够和命运抗争 这是命中注定的 在旅途的终点 只有死亡等着你 死亡是我旅途的起点 命运是不会让你获得胜利的 你的灵魂将永不得宁日 亏耶一听这个光火了 说你跟爷讲什么命运 爷就是命运 对吧 一下就把这个神像给抽烂了 这里这个手柄没电了 我去接一下这个手柄的USB线 好 这里咱们把这个石像再补它一下 就可以把它给打下去 并可以并可以这个打开之下来的 接下来的这个通路 这里我犯二了一下 我想这个东西怎么 手怎么放下来了 还想回去踩一下那个机关 发现那个石像脑袋都没了 直接可以从这个手臂上直接走上来 OK 这里左右是各有一个宝箱 右边呢是红魂 左边呢是这个刚才看到凤凰羽毛 OK 这里跳下去呢 又是一场强制战斗 好 不过有了这个命运女神护身符的这个帮助呢 就可以让时间变慢 这样战斗会变得比较简单 这里我忘记掉 这个好像和一代和三代的操作不太一样 我记得一代是这个用头计抓住它以后 然后按住插就可以自己跟上去了 但是这个二代好像按住插自己跟不上去 需要连按插才能和这个怪物一起飞上去 然后在空中用L1加圆圈或者直接圆圈抓头子都是可以的 不过用L1加圆圈这个连接数貌似高一些 咱们本着这个转红魂的这个原则呢 还是多用用L1加圆圈 然后这里呢这个杂病的配置会比较恶心 是这个苍蝇家这个会钻地这种杂病 那咱们这里要多多使用这个时间变慢 要不然这些杂病互相配合会比较恶心 特别是钻地的这个 这个是HP不多了 直接抓过来终结 你看空中这个家伙就会互相配合 最近这个命运女神那个头掉下来以后还不断在那说话 说你必将葬身于此地 刚才是说 这里被这个蚊子还会吐这些丝绑住你 非常恶心 刚才又说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对吧 你想改变命运 这是不可能的 OK 这个家伙干掉是会掉蓝魂的 所以刚才用下魔法也无所谓 你是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凡人 好 咱们把它给打碎 就可以开启之后的通路了 这边来提示我们 这里呢 这个命运女神 应该又是命运女神吧 这里眼睛放出两束光 把这个地方给封印住了 好 咱们不着急下去 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些瓶瓶罐罐可以查 关键是有这个宝箱 左边这个呢 是红魂 右边那个是珍贵宝箱 然后中间呢 还是有一个绿魂宝箱 好 这边这个珍贵宝箱 打开的是一颗石化之眼 然后这个绿魂宝箱也就直接开掉吧 这里不用节约 因为接下来再下去以后 那场战斗会比较难缠一些 哎 这里居然跳不下去啊 哎 真是非常弹疼 一定要找这个有梯子的地方才能下去 好 这里出现封印 这边呢 这个会刷出三头 一共是这个巨人 第一头呢 是这个一个人出来的 伴随一堆野猪 哎 这边小心 他抓野猪砸咱们 哎 这个是会可以看到 被砸到也是不少血 这个野猪呢 哎 当然他也会抓住我们砸野猪 哎 不管是他抓住野猪砸咱们 还是他抓住咱们砸野猪 这个都是咱们少血 野猪呢 是直接死亡的 好 这里咱们把他的弹药先给破坏掉 还不让他抓野猪 哎 他要砸地了 还好打出硬直 我们上去 哎 抓错了 这个非常爱人的野猪 好 利用这个方块 前面灰空 最后一下砸到这样 这个技巧 跟他拉开距离 这样他会比较安全 哎 他抓野猪 你抓野猪 我也抓野猪 看看谁的无敌时间长 看野猪说 为什么受伤 总是我 好 这边就可以这个好像野猪刷光了吧 哎 引诱他出招 这样咱们就出招 哎 他追着咱们呢 咱们就跑 你跑 我也跑 你出招了 我也出招 哎 这边又贪多了 这场战斗 一定要打得耐心一点 千万不要贪多 哎 我怎么感觉他比那个特休斯 这次Boss还难缠呢 好 这下应该挂了 死掉以后呢 也是掉不少绿魂 每次QT也会掉一些绿魂 好 这里呢 就会连刷两头巨人 这个就比较恶心了 咱们可以适时的放些魔法 然后 哎 这个 这个 好像还是弓箭 伤害高哎 咱们盯着一个打 好 出提示了 过去抓一下 又是一堆绿魂 OK 到这里魔法用光了 那么咱们就爆气打 不过爆气的话 虽然说这个防御力会提高 但并不是说是无敌的 也是会被他抓到这个扔 好 这个盯着 哎 你看被他抓了 所以说二代的爆气 其实是非常浮云的 应该说战神的这个爆气 一向来都比较浮云吧 我这三代也是时间又短 然后 这个 效果又不是非常明显 用的那把奥林匹斯剑 这个乱转 还容易打不到人 也就利用一下 也就利用一下那个无硬直的这样一个特点 好 这边 三头全部搞定 那这边这个会喷火球的这个房间呢 以后咱们拿到金羊毛以后才来 好 这里有一个双丝宝箱怎么开掉 这边好像没有宝箱了 然后呢 这里要找一个梯子 不是刚才跳下来的梯子 是另外一架梯子 爬上去呢 可以到中层 也就是这个女神眼睛放光的那个地方 好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尊石像拿这个盾牌 那咱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石像推到那去 把这个光线给反弹 利用这块盾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样一个坎儿 这个这个雕像 它推不过去 那怎么办呢 这里要利用一下这个 这里的这个平台 把这个平台降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石像放上去呢 自己再跳上去 好 这样 从高处 咱们用这个踢 蓄满力 一脚 哎 就可以把它直接踢过那个坎儿 就这个坎儿 好 然后让它落位 这一束这个光线呢 就被反弹了 好 另外一边呢 也是对称的地方 有这样一尊石像 我可以先开一下罐子 哎 这里居然有个蓝魂宝箱 那刚才好像 楼下开的那个双色宝箱 有点浪费了 应该留着以后再来开 失误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直接可以一脚踹到位的 好 触发剧情 那这边这个电火花四射 然后随机发生了这个爆炸 那这边的封印也就解除了 咱们可以进入前面这片叫森林好呢 还是叫沼泽 好 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跳下去 还是比较人性化 好 那么前进呢 这里有一个存档点 这一期的节目呢 也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又是BOSS战哦 野蛮人酋长 野蛮人首领吧 是BOSS战